重数部分 其实重数当然这个题目部分 它要我们做的就是 把这底下有10个数字 然后呢 找出哪一个数字出现的次数最多 然后把那个数字抓出来之外 也把他出现的次数也把它算出来 OK 这要怎么做 如果特别之后 这个可能用那个 当然如果你不用串列的话 其实难度会蛮高的 也可以写出来 只是用串列来做会简单很多 那到底要怎么做 在还没讲这个之前 我建议你可以用Excel来理解 第一个的话 不过Excel有一个好处 Excel的话你打开之后 它本身就是一个一个一个List 所以其实像这边你可以怎么 串列的话实际上就是 有点像Excel里面的这个清单 重向的清单 OK 那比如说我今天把这个资料 有点像那个串列的话 它必须在那个记忆体里面 新增一个变数 然后变数里面的话就把资料放上来 但是呢在Excel里面的话 它有个好处 它是直接可以把它放过来 所以就不用那么麻烦 等于是说可以把清单建立 把资料输入上去 但是呢在那个Python 也没这么简单 你变成要一个一个输入了 OK 所以其实 但有些地方 我是觉得因为你Excel反而比较快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资料很多 而且呢 这个可能一直不断重复大量的资料 那可能你用滑鼠键盘 不见得占优势哦 所以有的时候 我是觉得应该要按照状况 去使用对的工具 对不对 不然的话呢 就像说明明沉浸 你还要一定要坐个高铁 没有那种高铁没办法到 对不对 可能捷运火车也没办法到 你骑乌拜有时候最方便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下雨的话 当然就不方便 所以我说我要按照实际状况 你去选择对的工具 像我一直就强调 没有说你会这个 你另外一个就可以取代掉 我是每一个工具 我都要了解它的特性 按照它比较优势的地方 去使用这个工具 OK 你就会比较可以 任何东西状态 你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需要做的那个事情给完成 OK 不会说 像比如说明明很简单的事情 你就要写Python程式 它简直是 这好吧 就算你层次厉害 对不对 算你厉害 对不对 能怎么说呢 对不对 明明你就是这样贴上去 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你何必 但是有些地方实在很复杂 你不能说我永远就只能用 你谁有这样一招 其他不会 那也不行 OK 因为它data太多了 而且那个资料量可能分布在很多个网站上面 那你要用人工的方式来做 你可能做一整天都做不完 而且你明天还在做一次 后天还在做一次 那你不如写个程式 自动抓 自动把它产生报表 自动把图表画出来 自动email给对方 就OK了 时间到 甚至可以设定一个schedule 时间到 自动去做这些事情 那这样的话 不就是 会比较有效率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如果说 假设一样的事情 我把清单建立了 第二个话 当然如果在Excel里面 算哪一个出现次数最多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统计里面的那个 cognitive函数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这个函数 这个cognitive函数的话 你第一个给范围 这个范围里面呢 第二个参数是它的条件 条件是哪个号码 这个号码 它自己本身的号码 这个范围 其实这个阵列啦 阵列其实 跟那个串列其实还蛮像的 类似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 可能要把这个范围 把它做F4 这是钱的符号先加一下 因为等下要向下填满 在那个列的前面加钱的符号 按确定之后向下填满 那你可以看到 重数的话可以抓出来了 有没有 18次数是3 就OK了 但如果说我今天用程式来做的话 那不一样 第一不一样 你要先建一个串列 叫List1 空串列 第二个话一边输入 一边把资料放进来 第三个的话 再做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它 count一幅 我们刚刚是用count一幅 但是在Python里面 它的函数名称叫count 少一个一幅 然后如果count之后的结果 次数呢 如果是最多的话 那就把它的资料留下来 最后print了出来就OK了 大概是这样流程 至于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这个程式 大概这个地方 把它放大一下 因为这个难度其实比较高了 所以我在前面 给我加一些注写 第一步的话 就是将什么 将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那什么叫空串列 也就是说在Python里面 你要放资料之前 你要再次上面先加一个List1 这个是变数名称 等于什么呢 空的串列 一定是中刮虎 OK 表示说里面没有放任何资料的清单 那你接下来的话 可以配合什么 配合一个叫List1.append的方法 append就是把资料放进去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就是要输入10个资料 所以我for i in range 刮虎10 就0到9 OK就10次 然后一个一个把它输入进去了 OK 所以append进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面就会放我们输入清单的资料 就是这个资料 34 18 一直到18 总共10个资料 就放到里面去了 OK 其实差别只是说 放到里面的话 它是中刮虎 34 逗点 18 逗点 一直最后的话 中刮虎 结束 反正这些资料就放在List1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我要怎么判断说 哪一个这个号码最多 我们一样以下的话先把资料第一步先放进里面 第二步的话再增加一个变数名称 我取名叫maxc maxc就是max最大的 c的话就c 次数最多 预设值等于0 就是想要找一下哪一个号码出现的次数最多 OK 一样我们要跑10次 因为我要一个一个的把它抓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算一下里面到底出现的次数 所以我就想一个先抓什么 先抓哪一个 抓第一个 如果List.Count 那怎么抓第一个呢 这会去哦 如果你要把里面的词第一个抓出来 就是List1中瓜糊里面放0就可以了 表示说我先抓第一个的话是34 有没有 这个清单里面假设我输入是34 然后先抓34 那如果中瓜糊1的话就抓18 中瓜糊2的话就抓22 依此类推 一直到9 OK 0到9 那所以我抓出来之后呢 我在利用有一个方法 叫List1里面有一个内建的叫做Count 特别注意哦 这个点Count的方法 其实有点像刚刚那个Count 就算一下 它里面到底出现几次 所以你会发现它34出现一次 18出现 所以如果它出现比那个Max C 我预设是0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会先把这个什么呢 把那个Max 就是34里面1先盖掉0嘛 然后把那个数字哦 n的部分哦 34 所以哦 第一次34完就是 这里面的值本来是0变1了 n里面的值就变34了 OK 大概18 再来就18 18的话呢 它三次对不对 所以呢 这把三次 盖过去本来一次嘛 所以这边Max C就变3了 然后呢 3里面就放18了 有没有 那底下的话 好像全部 每一个每一个跑了 不过好像18也 18还是3 所以不会 除非 有出现四次的 它就把它盖掉 那这样全部跑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留 得到 这个最大的那个数字哦 重数就18 所以print的话呢 这边就print18 然后呢 它里面的次数就是三次 这样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你会发现 其实跟那个刚刚的 Esser做的动作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 一个用程式来写 一个用Esser来做 至于像这种事情 真的你杀鸡真的不要牛招了 当然可是问你考试的时候 它就是要考你会不会 OK 所以其实 当然你会的方法越多的话 我觉得你就有可能是可以选择 那如果你会的东西不够多的话 当然你最后只能吐发烟钢 像效率就比较差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最后那个串列 有开个头 剩下来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不过你们可以 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再去了解 另外的话 如果实在找不到怎么做 或者是实在不太了解的话 虽然有答案还是听不懂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那个提号跟提名 直接贴到YouTube上面 应该我以前 因为我以前教过 以前有教过的解答也会出现 这也是个方法 好不好 OK 反正你想得到 你上面YouTube打一下 或者后面 如果 应该不会有其他老师 教录影的 我看 如果 如果有太多结果的话 你还可以空一个加一个无老师 一样 那理论上应该是 目前应该不用 因为目前 上课有录影这么多老师 应该 应该好像没有人超过我了 因为我放了好几万个影片上去了 OK 这个有点像什么 这叫种数 数量多 就应该没办法被超越了 OK 而且这件事情 也跟他持之以恒 所以 下个月有打算去考 AI 人工智慧跟机器学习那张证兆 OK 所以之后如果 你们还有新学习的话 之后 这个也是开课的一个选项 OK 好 那 再来画面还给各位 今天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到这边先告个段落 之后如果还想进去学习 其实在YouTube上面 也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影片 如果实际上还有问题 没办法 找不到答案的话 你再用mail的方式 再写信给我也可以 OK OK 谢谢老师 谢谢您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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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